老华一美人一达回答一下臭宝门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 你好老华一我又来了 我的追于秋海当好多叶片都干了 还掉叶子不长割 在枯条方里60度左右 10度后60左右 帮我看一下 你是半点不提换盆的事 你第一你看 你这个盆那么小 它在里面长了这么长时间了 它根系都长满了又没有营养 第二呢你也不提丝肥的事 盆又小也不丝肥 你就是 扁形的就是什么呢 跟我打舅子一样 我说 我打舅子 你怎么又跟你媳妇吵架了 我给她买了衣服了呀 你这半点不提吃饭的事 快饿死了 浇的水稍微有点大 这个梗 坏一个叶两个叶不很正常吗 你没有营养 它不代谢自己的老叶 它不自己断地求生吗 下个抽包 老华一你好 帮我看看这盆冷水花 叶片皱皱巴巴的叶饼 向内湾曲的 明年三十光的 坐标珠海的 这不是个焦草吗 这个咋的了 没事啊 它臭丝巴巴热了 它不臭丝巴巴的 你要是四十来度 你不蔑了巴基的 你四十来度很开心 差不多得了 它蔑巴不很正常吗 太热了不得蔑巴 这么长吗 下个抽包 网上买的薔薇妆 种了一二十个 怎么办 只有一个掌业了 其他的没发芽 打电话投注的 告他 你赶紧申请旅肥 就一个活了 你这买的这个 我看你种盆的干啥 种地上不行吗 全国各地都可以 实现地在这玩意 在盆里边 搞不巧是闷似的 你别刚种下去 就失肥啊 看不出来 离得太远 下个抽包 大哥 怎么了 我这也就是一念之差 当了这么老大 谁能买的虎头茉莉 就剩一根棍子了 今天十四度 过两天三十多度 忽冷忽热 你这不都嗝了吗 还剩一根棍子了 都嗝信了个字了 没了 你要传门看也是 黑了 不是岁数大的那种黑 是家库兴趣的黑 下个抽包 玉树放在南窗户外 高温没动 一周一回啥原因 坐标杭州 这不晒嗝屁了 这不晒嗝屁了 你这不是 水大呀 水大烫熟了 晒熟了 嗝屁了 家喝西去了 剥肉大部分都怕热 你知道吧 就跟胖子一样 反正我大牛子就特别胖 他老怕热了 冷点没事 动不透 胖了就不行 热了就不行 家库兵 我朋友这话 家伙了 你这还怪好 还帮你们看话就完了 还得帮你们朋友看话 又是玉树吗 叶子变黑 大面积雕业 跟那个一样 夏季高温对于多肉来说 它是一个考验 它是会出现一个休眠的 装白了就跟我大牛子一样 就是碎死过去了 随那种再艰难的去抵抗 搞不好就家库兴趣了 知道吗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是 记得点个赞 起来点问题 是别的远 我来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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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